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阿摩本师释迦摩尼佛 阿摩本师释迦摩尼佛 请放场 请先给讲义 第二册的三百四十六页 郭武三与诸门分别 这边角柱有说可以参考十柱皮菩萨论 十柱皮菩萨论讨论到戒恶地 恶地是戒菩萨密 是不是 那就提到这个部分 诸门分别 不杀身法非心非心术 心术就心朔 所以 可能要了解到这个戒体 这个应该是跟戒体有关 那么戒体各个学派 他主张也不太一样 比如说有部是主张 戒体是色法 有没有 那经部为是将 主张是心法 那么诚实论主张是非色非心法 所以有这三种 色法 色法的话就不是心法 那假设是心法就不是色法 那另外一种就是 前面两种都不是 非色非心 这样子 所以你看这边是非心 非心所都跟心有关 非心相应 有没有 所以应该是哪一种 应该是色法 是不是 比较偏向色法的这个部分 菩萨身法是色法 或共心身或不共心身 这边角度三十六 不是 角度三十八 也是引用十柱毗菩萨跟卷四四 这边 这边我们有 整理 共心身 这里 我们就整个把它这样子排下来就比较清楚 有没有 有没有 微心 非心所法 非心相应 是不是都跟心有关 都不是心 都不是心 是色法 就是说他 他没有直接讲色法 但是他排除掉那些跟色 跟色法相对的 排除掉相对的那些 那剩下的就是色法 是不是 不是有无畏白法吗 那有畏法不是分色法 心法 还有心所法 跟不相应 所以心所就占了两个 加上不相应法 那都排除在外吗 那剩下不是就色法吗 是不是 他不是直接讲说是色法 但是他用另外一个方式来表达 他有他的道理 他就是有他的一个逻辑 他的思维逻辑 他觉得这样子表达 更能够凸显出他的主张 但是不是说色法不行 而是说他用这样子来表达色法的时候 然后大家可能觉得更为严谨 更为严谨 不是心法 不是色法 对啊 你说色法 那其他的呢 无畏法不在这里的 这是有畏法 对啊 不杀身 应该还在有畏当中 无畏法就不用说了 不可说嘛 那要说的话就是有违法那四种 那扣掉三种 其实这非心相应 其实也是有一个非色相应 有没有 他这边就没有把非色相应 他那个非相应 就不相应法 包括不是色不是心 那这边的话只提到不是心 表示说不相应 表示说不相应法当中 可能有些会跟色法有关 会跟色法有关 对啊 所以你看这样子表达是更为严谨 所以这些古德 那个思维的一个方式 那是一些大菩萨 大论师 那不是我们所能想象的 我们只能约略的去了解 他的一个思维形态 思维模式 那其实他能够弄的 能够思考的这么仔细 这么维系 这么精细 那个都不是一般的 不是一般人做得到 就是要有相当的定会力 他的定会力 那不是一般的 我们一般人 当然世间人也有他的一个 一个所谓达到一个水平 不然他怎么造出原子弹 那么 或者是核能发电 或者现在这些高速的电脑 现在的AI 就是说人类的水平 可以不断地提升 但是提升的方向 就是一直在有违法当中绕 但是他即使达到一个顶峰的时候 能够再往无违法方向的话 应该也不是不行 就是转一个 用转的方式 直接从有违法转到无违法 应该可能也会很快 但是通常很难 你如果没有佛法的训习 佛法的训练的话 那要转 你根本没有一个方向 没有一个目标 是不是这样 我们再往上看两行 这一行的上两行 他不是提到吗 色戒不杀 无肉不杀 有没有看到 有 远遮固是真不杀戒 注意哦 真正的不杀戒就在这边 你要到色戒的禅定 然后你的智慧要达到无肉 无肉会 一个定一个会 那你自然就不杀了 因为你就把 你透过禅定 透过智慧 根本就把那个杀的因缘 全部断 断得一干二净 是不是 他断这个杀身的因缘 藉由定 藉由会 来断那个 这些种种不好的 杀到淫妄等等 烦恼的因缘 那才是真正的不杀戒 是不是 这个就是重点 重点之所在 就是说古德 这些大菩萨 大论师这样子 透过这样分析 他就会找到修行的重点 虽然我们看有点烦 有点烦 就是说有点繁琐 有点太过细 太过维系 但是有他的道理在那边 你们有念过维世吗 这大概你们对维世的一个印象 就是很琐碎很繁琐 有没有那一个色法有多少 心法有多少 心手法有多少 不相应法有多少 是不是一个一个跟你排 瑜伽师帝论 听说排到六百六十法 那世心论师再把它 六百六十法整理成一百法 一百法全部涵盖在内 好不好有违法无违法 总共一百法 是不是 维世学就是这样 但是有些他觉得 维世学好像 好像就变成一种知识 一种学问 那也不是说他这个看法不对 把他看作 知识看作学问 也不是不可以 但是他最后要导演 导演 他是透过这个一个 一步一步 一个次第 一个次第 先讲维世相 再讲维世信 再讲维世位 维世的修行 要怎么修 有没有 也是一样讲修行 治良位 家行位 见到位 就通达位 然后再修到位 最后就近位 也是要成佛的 也是要破我法二指 是不是 就是当你把他看作知识的时候 一样你就会受限 你自我设限 当你把他看作这个是佛法的时候 就是说佛法当中的一法 因为佛法那么深那么广 当你愿意放下你的一个所有你的看法 你愿意跟着这些大论师们来学 那你就可以 应该就可以得到好处 因为佛法那么深那么广 这些大论师 你想他吃饱饭没事做 搞得这么复杂 是不是 因为修行本来就是非常不容易 非常复杂的一件事 那个工程是相当的浩大 精密维系 那你如果是把他看作知识 你这样看知识学 那也是一种熏悉 但是你愿意放下你的一个所谓的一种 叫做什么 一种主观 或者预设立场来看的话 应该都有好处 就是说所有在这个世间的佛法 就是这些学派 不管他是二圣 二圣 神文圣 还是独觉圣 还是大圣 只要是佛法 他就是导向泄托 导向立他 导向成佛就对了 要么是导向泄托 要么是导向无上菩提 大圣学派那么多 你看初级大圣就有多少法门 有没有 波勒 文书 华华宝基净土 华盐 那几个大的法门也是不少 那每个大类在开展出来的 那也是 也是很多很多法 这样子 好 所以这样子看起来 那比较偏向于色法 有部的部分 也就是说 荣述论主 荣述菩萨 他在描述这些的时候 比较会倾向 倾向有部的一个主张 有这样子的倾向 但是除了有部之外 他能够收集到的资料 底下就可以看得到 有些他根本就是跟 跟这个有些 他除了这个之外 他又有其他主张的 他也把它列出来 这样子 有没有 共心身不共心身 那你看 你看他这个 这边是引用石柱 毗婆杀热 何等是共心身 譬如说有些 有修行人走到路上 不是看到虫吗 那虫的话 他看到了 他可以 他也可以踩下去 当然也可以不要 我当身业 有没有 我这个色身 五蕴身 这个身 我要不要不杀身 不要伤害众身 这个就是离夺命 就是不杀身 的一个善行 这个就是共心身 就是说共 有没有 共的意思 就是什么跟他共 生业跟心来共 是不是 生业或口业 那是这个业 除了 就是生业 主要是 他先讲共 共心身 就是跟生业口业 相应的 有没有 这个叫共心身 跟生业口业 共 心跟生业口业共 但是不共的话 不共心身就是 跟生业口业就比较没什么关系 就是 只是 只是心 有没有 他就举这个例子 生不动 口不严 就是 他没有特别想到他的生业 也没有特别提到他的口业 只是心念 从今是不杀身 这个叫不共心身 这样了解吧 另外就是 也是一样嘛 就是 他在睡梦当中 或者是 没有睡梦当中 一个是睡梦当中 一个是醒的时候 他可能也没有想那么多 但是 他会注意 他会注意 他已经 有这个 怨 他有发这个怨 要来持不杀身戒 所以他在念念当中 就 他不愿意去杀身嘛 那 这个福德就会增长 这样子 所以这个 也叫不共心身 这样了解吧 就是 跟 生 口业 没什么关系的 只是 生 一业 只是一业 心念 这个叫不共 假设跟 生 口业 有关的 这个叫共 这样子 接着 接着 接着我们这样子来分段 你可能会比较清楚 你在那个加张延指 那个阿比坛中 有没有那一行的左边写一个A 就是 这一页的倒数 第二行 有没有 加张延指 的左边写一个A 然后下一页 下一页不是有个 这样下来不是有个覆次吗 你在覆次 阿比坛中 盐 的左边写一个B 然后再跳 跳一行 不是有个覆有盐吗 你在那个覆有盐 的 覆的左边写一个C 他 他这个大 这一大段 他在分 这个三 三中段 好 我们先看A 这个中段 加张延指 阿比坛中言 不杀身是 身业口业 就是这个 这个加张延尊者 他造的论 他的主张 所以他认为是身口业 所以你在那个 是身口业 这四个字 这四个字把他圈起来 然后写一个二 然后 或作色或无作色 然后或使随心形 随心形 三个把他圈起来 写一个一 因为他这个到时候会对应 那个B V有一个不随心业形 V有一个不随心业形 V也会有一个非身口业 有没有 是不是 你看V那边 与阿比坛中言不是不杀法长 不足心形 你不足心形上面 你写一个一 就对应这边的随心形 然后 再跳过四个字 四个字上面 非身口业上面 你写个二 有没有 然后不随心业形 也是跟心有关 你写一个一 然后 同样那边 后面 或有报或无报 你写个三 因为这个对应上去的是 三四七页 第二行的二 第二行的后面 有没有 是不是有一个有报法 有报法 不是就对应他的 这个或有报或无报吗 就是说 他加张言指 这个尊者他主张的是 有报 但是其他阿比坛说 除了有报之外 还可能是无报 这样子 那么三四七页 上面算下来的第三行 有果法有肉法 有肉法 你写一个四 那对应下来的话 就是 V的第二行 有没有 中间那边不是有个 或有肉或无肉吗 因为加张言指 尊者主张的只有有肉 但是这边除了有肉 当然加上一个无肉 你这样对比之后 你才知道他们不一样的地方 有没有 那个不是有个非相应 非心相应 是不是 那个V的第二行 它不是用个中刮号 把它刮起来 非心相应 那它对应过来的是 三四六页倒数第三行 非心 非心术法 后面那句 非意 非心相应 所以角柱四十三 是不是有一个案 他就是编 他编辑 他编辑这个讲义的人 在这边看的时候 非相应 他这边加张言指 尊者也是主张非心相应 那不是主张一样 他是应该把它删掉 但是他还是用把它刮起来 只是用这种角柱的方式 注明一下 因为在V的最后面 是不是有写到 视为义法 与者皆同 就表示 但是视为义法前面那一些文字 都是要跟A不一样 了解吗 比对的结果 你那个非心相应法一样 所以要把它剔掉 剔除掉 这样了解吧 这个都要做一番的比对 你才知道 它的一个内容 好 我们回过头来看 这边 其实就看上面就可以了 因为上面就一样 看看上面 那个投影幕 有没有 我们投影幕 这样子不是也是很清楚 你注意看 因为为什么要把它弄到 这边来 就是你可以去排列 这样子是一组 这样子是一组 了解吗 然后说明的话 你就自己看 这边都说得很清楚 我们刚才也有解释过 什么是共心身 什么是不共心身 接着 他讲 不杀身是身口业 我们刚才要叫他 不要饿 所以这个是一组 另外的阿璧 当然他主张非身口业 就对应过来了 或坐 或无坐 坐就是表 他什么可以表现出来 就当然就是身业跟口业 可以表现出来 就是说身业口业的 就叫坐舍 那非身业口业的就是 或者是身业口业结束了 结束了不是没有 他会留下一个业力 这个叫无表舍 你不是打人玩就没事了 骂人玩就没事了 是不是 就会留下这个无坐舍 有没有 就是说 我们举一个例子 就是说你在称赞别人 这个就是 或者是你在礼拜 你在拜佛 你在念佛 是不是神业跟口业都是好的 那你拜佛念佛 过去之后会留下一个业力 好的业力 念拜佛跟念佛留下来的 那个无坐舍 他那个好的业 善的业会留下来 这个叫无坐舍 或者叫无表舍 所以这个就是一组 好 接着又另外一组 叫做随心形不随心形 那他这边 这个藏经 有一个藏经 他们在编辑的时候 就把它加上一些注解 但是其他的版本并没有 所以这个可以参考 这个可以参考 就是说他随心形 他认为这个编者 这个编藏经的人 他认为随心形 就是定供戒 那不随心形 那就是一般的 一般的 那可能就是 但是这个只是参考 这是他编者的意见 就是这样子 一般 他就是一般的戒律乙 一般的五戒 他把它归类在 不随心形 但是 不一定论师会同意 这种解释 不一定会同意 因为随心不随心 那可以解释很多 随心 那除了心之外 那就不随心 就是说跟心有关的 之外的 心所 乃至心相应 心相应的 心相应的是什么 什么叫心相应 相应 我们讲相应这两个字 大家有什么概念 相应就是 心王跟心王可以相应 是不是 心锁跟心锁也是可以相应 是不是 心王本身 当然八四 八个 八四心王就八个心王 那彼此可以相应 那彼此可以相应 那心锁 比如说五十一个心锁 那五十一个心锁 他也可以彼此之间相应 有没有 心王跟心王相应 心锁跟心锁相应 那么 心王又跟心锁又可以相应 因为心锁是跟随着 就 就是复属于心锁 就是复属于心王嘛 是不是 有没有 锁嘛 心锁 就是心王所有的 的那个 那个 那个 那个部分 心王所有的 这样子 这样了解吗 心王跟心王 心锁跟心锁 心王又跟心锁 或者心锁跟心王 彼此都可以相应 这样子 扣掉这些 那就可以叫做不随心锁 好 非先世夜报 他 他这个不杀夜 他不是先世的夜报啊 就是说不杀 可能有他的一个 好的习气留下来 比如说他过去生 有受过五戒嘛 他知道不应该杀身 但是这个 他在 他在这样子分别当中 在说明当中 他把他划归在 并不是 前世带来的夜报啊 但是这个学派之间 也有不一样 你想想看 这个夜 如果以为是来讲 这个夜 夜 夜不就是种子吗 所以他说 他过去生 有熏悉 这个不杀身的种子 留下来 在他的第八世 阿赖也是 他到了 那过去生 有留下 这个不杀身的种子 那么在这一生 他的不杀身的种子 是不是可以 起现行 有没有 是不是 就是说以为是家的看法 他是 所以他这个可能 就不是为是家 如果是为是家的话 那就跟前世 业有关 是不是 过去的种子 种子 其现行 现行 熏种子 那怎么会 跟过去的夜无关呢 过去的夜 一点都不漏的记录在 第八阿赖也是当中 但是这个学派的看法 他就认为 跟这个过去无关 所以我们看这个 就要知道 这个是一家之言 了解吗 特别是属于 有部的这一家 有部这个学派的主张 但是你如果换到 另外一个学派 那就不一定 是不是 那就不一定这么讲 接着二种修 应修 二种修这边 角度 就在这边 德修跟行修 德修就是过去没有做 现在才开始 行修就是过去已经做了 之后再接着做 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习气 有这样子 修行 不杀身的习气 得修的话就是 就是过去没有这个习惯 现在呢现在才开始 这个在大致论卷33应该也会 也会提到 到时候再看好了 二种修 不管是德修跟行修都要修嘛 因修嘛是不是 不管过去有没有 熏习或是有没有做 从现在就要做啊 因为这个是善业啊 不杀身是善业啊 二种症因症 二种症就生症惠症嘛 生症的话是跟 生业口业有关 那慧症的话是不是跟 异业有关 有没有 这边就提到嘛 这个是 这个是引用之 十柱毗伯沙论讲义的 的那个角柱啦 有没有 慧心中行施 是不是 就是说他在 讨论到不施这件事 或者是不杀身也可以啦 善行嘛 就是说善业当中 只要是善业 他跟慧心所 不是有一个 欲圣解念定慧 有一个慧心所吗 有没有 五别镜当中 你们可以看那张表 五别镜是有慧心所 他跟慧心所有关的 就是叫慧症 那其他的 就是生业口业 用你的生业跟口业 来行这个善法 就叫生症 他是这样区分 那么 因为十柱毗伯沙论 他讨论的很仔细 他就把 十不善道跟十善道 把它分开讨论 他可能是先讨论 十不善道 然后再讨论十善道 他说十不善道的前期 因为我们现在直接是讨论不杀身 所以这是善道 所以我们就看十善道这边 十善道这边 是不是全部都 因以慧症生症 有没有 就是二种症因 一样的意思 所以这个是 是论主 就是 这样子看法 但是在讨论十不善道的时候 他又分 前期就是 生三口四嘛 所以 因以慧症不以生症 可能就是 就不应该去做啦 因为不善道你不应该去做啊 不应该你的生业跟口业去做啊 应该用你的慧心所来简别 应不应该做 了解吗 针对不善 当然不应该做 所以叫不以生症嘛 善道的话就应该做啊 不管是 你的意业的慧心所 或者你的生业口业都应该做啊 所以就是这样子 二种症因症 好 接着 另外一组 思维段 见段 时段 有没有 所以这样子又是另外一组了 因为他这个都连在一起啊 所以你用这个把它排起来不是很清楚 思维段就是修段嘛 在修所段 一切欲界最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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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十段这个我是不太清楚啦 这个可以存疑 他自己 他自己会去创造那个因缘啊 所以说有一些要等待因缘 才能够 比如说才能够正空性嘛 得解脱嘛 但是有些不一样啊 有些的根气 特别利还是怎么样 他就 非时解脱 不需要等待因缘啊 我现在就要解脱啦 他就有这种决心 这种意志力 哈 有没有佛陀不是在菩提宿上 他不是发一个愿 我如果没有正得无上正等正觉 我就 就不起来了 我就一直坐下去 坐到天荒地老 但就是有这种决心 一个修 思维断 一个是见断 一个是修到位的时候来断 一个是见到位的时候来断 接着下一组就是 凡夫圣人所得 因为圣人不一定 出国以上就算圣人 他真正断三戒祸的话 要到四国 出地也是圣人 但是要得到无声法人 要到七地八地 有没有 所以 四国之前的圣人 或者是七地八地之前的圣人 都可以来受持 所以叫做 圣人所得 就是说他可以来受持 这个不杀生戒 这样子 好 有没有 你看 他到这边才出现一个是设法 有没有 他也是出现这个是设法 可见真是有部的主张 有部这个学派 他就认为 这个不杀 不杀生 就是设法 那这边呢 又再分可见不可见 因为深夜跟口夜是 算算可见 深夜 或者深口夜 比较完整 就是说深夜 口夜的行为动作 是算可见 其他的就不可见 有对 有对爱 跟无对爱 也是一样 有对爱 是不是 设法是 比较属于有对爱 心法是属于无对爱 有报跟有果 这就是 应该 上面这样子 可见不可见 有对 无对 可以一起来讨论 可以把它看真一组 或者分开也可以 有没有 再讨论到 这些 六根 五根 五成 还有五表色的时候 五表色是无对爱 五表色 色法里面的五表色 当然是无对爱 有对爱 夜啊 夜历怎么是会有对爱 五表色也是不可见 有没有 所以五表色就是不可见 又是无对 那么 比如说 眼耳鼻舌身 这个五根 你知道它是可见 还是不可见 它是近色根 近色根就是不可见 有没有 那个神经 那个视觉神经 你怎么看得到 那个可能要天眼以上 才可以 可以可以看得到 所以五根 一般讲 指的是近色根 所以叫不可见 那么 色身相畏处 那只有色法可见 有没有 色尘 那其他你说声音 声音也看不到 除非你用电子仪器 只能够显示那个坡 那声音一般也看不到 声 香 味 醋 一般都水不可见 醋一分 这个在白法里面都提到 有对 有对爱 色身相畏处 是不是都有对爱 就是有殖爱 就是有殖爱 就是说这个东西摆在这边就占有这个空间了 这个占有空间 那其他的就不能放 这个放在这里 另外一个麦克风就不能放在这里 他只能站去 只能放这个 这样子 有对爱 无对爱 相对的就无对爱 有报跟有果 有报可能就是指 那个 比如说 现报 声报 后报嘛 不是有现四报吗 还有下一声报 还有后报就是 下一声之后不晓得什么时候报 就是说你皱了这个夜 那不一定马上报 他会看音乐 是不是 音乐成熟他才会报 有些很快 你就现四报 这一声就报了 叫现报 下一声就报了 叫声报 来声嘛 声报 下一声之后的 不晓得多久 叫后报 那果呢 果的话就有所谓的善果跟恶果 或者饮果跟满果 就是饮业的果 或者满业的果 有没有 饮业跟 这个给大家看一下 饮业跟满果 那就是饮业 饮业 就会有 会带来饮业的果吗 比如说你投身到人道 或者投身到天道 这是饮业嘛 那么在人道跟天道之间又有区分啊 是不是 比如说人道当中有些高矮胖瘦都不一样啊 所以果报的主要部分称作饮果 那果报的 不是主要的 称作芒果 这样子 比如说第八诗 里面就含长很多种子嘛 他会引主要的 第八诗 里面决定你去哪一道的 那个业会造成饮果 那么饮到你那一道 你饮到那一道之后呢 就是千杂万别嘛 那个叫蛮果这样子 同样是人道 你看就千杂万别 男的女的啦 高的矮的啦 胖的瘦的啦 福报也是千杂万别啊 聪明智慧也是啊 是不是 蛮果 满业所招感的果报啊 饮果就饮业所招感的果报 这样子 但是起信论的话 有分果跟满果 满果就是圆满的嘛 就是佛嘛 分果就是还没有 还没有到佛的阶段 比如说那出地 二地 三地 这样子 或者是出注 恶注 恶注 失注 或者实行 实微像 这些位置都不一样 大概有这些差别 这个就是了解一下 这些名相 好 我们打这段看完 所以还有有肉法 有肉就有烦恼 肉是烦恼 有为法 有为无为 它属于有为 有上法 它不是涅槃的无上法 所以它就有上法 非相应因因 等等 如是等分别 世民不杀戒 非相应 这个相应 就不晓得它是什么定义 可能不是跟心相应 因为它前面讲到非心相应 所以这个非相应 可能是非心相应的因 大概是这种情况 好 我们这场课先到这里 先休息一下 好 我们往下看 这边有个问答 八指道中戒 亦不杀身 八正道当中 是不是有正语 正业 正命 正语就是正确的言语 正业就是正确的生业 正命正当的经济生活 正业当中也是有涵盖不杀身 何以读言不杀身戒 有报有肉呢 在这边为什么 只是提到 不杀身戒 它是有报有肉 因为你如果 照八正道这样来看的话 嗯 八正道它主要是 是怎么样 戒定会都有嘛 与业命 然后就是属于戒的部分 答曰此中但说受戒律以法 不说无肉戒律以 就是说正念正定 那正德 比如说我们正德 诸法实相正德空性 这通过八正道也可以嘛 是不是 透过正见正思维 正语正业 正命正精进 正念正定 然后就可以正德空性 那当然 这时候就是无肉的戒律以嘛 那这边只是说 受戒律以啦 他没有提到这个部分 就是说还不需要提到无肉的戒律以啦 就针对有肉的部分来谈就可以了 有肉法 有违法 这个部分 有报 有果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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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子 等于是 如果以 以这个几个阶段来看 这个应该属于五圣共法 是不是 乃至 可以到三圣共法 到大圣不共法 但是这样子分析好像对于三圣跟大圣的部分好像比较看不太出来 可是前面也有提到见所断跟修所断啊 那这个也是属于三圣共法嘛 是不是 有没有 就是说这边比较强调的 强调的是受戒律以法 比较没有那么强调无肉的戒律以 所以这边就提到 有肉 有报 即使透过有肉有报 就是要达到无肉嘛 达到泄托嘛 是不是 终极的目标还是 要么是三圣共法的涅槃 要么是大圣不共法的菩提国嘛 大菩提嘛 是不是 复制于阿比坛中 言不杀生法 常不足心形 他说常不足心形 就是说 有些可能是足心形 有没有 有些可能就随心形 有些不随心形 不随足嘛 足就是随的意思啊 有没有 非生口业 这个常他不晓得是不是 只是针对不随还是说 也包括随 可能是包括两个 第二个非生口业的这个设法 前面说是生口业嘛 这边就非生口业 他这个非生口业的意思 有可能就是说 有没有 他与者皆同 可能就是说 他把不一样的跳出来 就是说常不随心形 那另外相同的就是跟他一样 也是随心形 然后非生口业是跟他不一样的 跟他一样的也是 也是四生口业 这样了解吗 就是要他分开讲 他先把就是龙树菩萨 先把这个与阿比坛里面 不一样的先提出来 自我异法嘛 有没有 不随心业行 那就不一样嘛 前面前面是随心形嘛 或有报或无报 有没有 那这时候就列出两个啦 非心相应法 因为前面只有列列有报嘛 那这边就多一个无报 那非心相应法 他应该是属于一样的 那不应该列在里面嘛 然后第四个 或有漏 前面是有漏嘛 多一个或无漏 这样子 就是有差别的地方嘛 他就是把他插别的地方 把他这样子整理出来 好 西的部分 富有言 诸佛贤胜 不细论诸法 他这个编辑的人说 种种意义是门细论 这不一定是这样子啊 这不一定是这样子啊 细论就是跟 佛法或者是跟解脱等等 无关的啊 但是这个有可能导向解脱嘛 不一定是照你讲的这样子说 种种意义是门细论 但是也不是不行啊 但是似乎 似乎就是比较局限的 就是说这个单柱 这个编辑的人 编辑这个藏经的人 他认为那讲了老半天 那不就是戏论吗 即使不尽然是这样嘛 是不是 是不是不尽然 那个 那个 从我知道不是说 那个叫什么 细论一空灭 我们不是一开始从 十二因缘不是从无名开始吗 无名 那么无名之前是什么 就不正思维嘛 不正思维是什么 就是细论嘛 那细论要怎么灭 就是依你正得空心 就可以灭细论 就 那当然就没有 就破无名了 是不是 现前众生各个习命 事故佛言莫夺他命 夺他命 事事受诸苦痛 所以这个西 你要怎么写 写一个简 就是简要 写一个略 就是说上面你写一个简要 下面写一个略色 就是说他用一个 用一句话 就是大家都爱惜生命 那你应该从理心啊 你爱惜你的生命 你不希望人家来杀你吧 那你不希望人家来杀你 你为什么要去杀身 是不是 你假如杀身的话 那你将来有的 有的你好受了 这样子 这个就是以略色广 以简色凡 这样了解吗 就是用三两句话略 来含色这个广 以略说来含色这个广说 以简单的说明 来含色这个凡复的说明 这样了解吗 简就是简要嘛 凡就是凡多嘛 是不是 所以你看 龙树菩萨 他就是很会收集这些啊 这个友人言或者富有言 都不一定是他自己想出来的 是他听来的也不一定 或者他看来的 对不对 那就把它收集起来 表示这个很重 算是重点啊 他虽然没有分析的 像前面那么仔细 那么维系 那么精细 但是这个也是重点啊 你不用讲太多 我脑袋没有那么灵光 你讲太多 我反而搞不清楚 你越说我越糊涂 你干脆就说 简单明了恶药 就好了啊 是不是 就是说有些好要简略的 那你就简单的跟他讲重点 那有些简单的呢 觉得不过瘾 是不是 那你就好好的一步一步跟他讲 越仔细越好 接着众生有 或者无 后面会进一步来解说 这个在 卷十四 下一卷也会提到 卷二十 这个后面还会提到 就是说 众生有 那不是世界西坦说有吗 或者 除了第一义西坦之外 第一义西坦是 圣义地啊 当然是无我人众生受责啊 是不是 这个说要进一步去分别啦 因为你说杀众生嘛 众生假设是根本没有众生的话 那根本就没有所谓的杀业 那没有杀业 那底下都不用说啦 是不是 他说了那么多 不是白说 但是世俗地还是要 要把它说清楚 讲明白嘛 好 阿拉伯苏诗的五 这边也是很重要 杀生的过失 还有不杀生的一个功德 利益 你要引导众生 你要劝众生不杀生嘛 那你要把好处跟众生讲啊 是不是 众生有得到好处 他才更愿意去做啊 是不是 那杀生有这么不好 我就避开啊 所以这个很重要 一个推 一个推 一个拉 一个推 一个拉 如果跟我们的国家有仇 如果跟我们的国家有仇 就可能 我们跟我们国家为敌的话 那也要上战场去杀敌嘛 或田类皮肉 有时候为了天保肚子 有时候也要杀一些动物来吃嘛 所记 处大 就好处多多啦 好处很多 那现在不杀生 令就是金啦 你现在叫大家不杀生 那有什么好处呢 那这边好处可多了 从瓜五一到瓜五十三 有没有 好 瓜五一 持戒不杀 得无所谓 安乐无不 得无所谓 安乐无不 可以得到这个好处 那你不用担心 害怕 被人家杀 或者被人家伤害 那些杀人的 他都不晓得被杀的人的痛苦 这个就很糟糕 但是有些他在气头上 他好像不杀不杀的话 他就咽不下那一口气 还是怎么样 各式各样的 那有些为了战争 有时候也不得不杀 你说国家被侵略 他当然要抵抗 那要抵抗 那难免我也会杀身 是不是 尽量 佛弟子尽量往不杀的方向 但是万一有需要杀的时候 有时候可能 你还是要勇敢地承担 去面对 是不是这样 因为这个世间 有时候一些情况 我们根本没办法预料 是不是 是不是没办法预料 那有时候 那有时候就要去抉择 要去判断 那这个判断的标准 那世间当然有世间的标准 世间合情 合理合法 合理合法 情理法 说的过去 那就可以做了 那佛法更有更进一步的一个道德标准 是不是 那看你 你就你自己决定 看你是要依世间法 还是要依佛法 其实世间法 不是有一句吗 人臣即佛臣 你在人间当中 你能够圆满 做一个人 那其实 应该离成佛也不会太圆了 是不是 有没有 徐大师不是有这样一句话吗 人臣即佛臣 是明真现实吗 那前面好像还有两句叫什么 查一下 人臣即佛臣 就是说徐大师 他是倡导人生佛教 那导师进一步 人间佛教 因为身是对死 是不是 他就是要对峙死的鬼鬼的佛教 那人间佛教 那人间佛教就更进一步 除了对峙死之外 还对峙其他的 这样子 好 我已有错 我已无害于彼顾 彼亦无害于我 已是故 无不无畏 我不去害人家 人家不会无缘无故来害我们吧 除了你的业报 还是怎么样特殊的因缘 一般的情况下 如是因如是果 有没有 如是因如是果 但是你假设过去没有害人家 这辈子居然被害 那只能说 怎么办 那我们这辈子被伤害怎么办 下辈子是不是把他伤害回来 还是怎么样 那你这伤害回来就没完没了 就到此为止 到此为止就好了 不要源源相报 何时了呢 就是说起码我没有那种 心量 纵使伤害也不要生起伤害人家的心 是不是 比如说你被诈骗 那些诈骗集团骗了几十万几百万 有的 听说我们 我们那个诈骗的金额高达不晓得几亿 真可怕 那些诈骗集团骗到几十万几十万几百万 那个脑袋也是很不错 但是他用到错的地方你看看 你看他将来会怎么还人家 做牛做马还人家 一识观百九四牛 有没有听过 你当一辈子的观你假设贪污还是怎么样 你或许就要做牛来还人家 但是也不一定是做牛啦 就是说你会有一个相应的一个果报 因为那个因缘是错综复杂的嘛 那做牛只是一个比喻啦 那就不知道啦 那果报现前的时候才知道嘛 是不是 在果报还没现前的时候谁知道呢 反正他贪污贪污的很快乐啊 贪污贪污得很快乐啊 他就不晓得果报来的时候会多惨 他不知道 他假设他知道的话 他一毛钱 他可能连一根草他都不敢偷 不敢不敢贪啊 有没有 广君老师上就讲过 你贪着 这个娑婆世界的一根草 你都要再来轮回 意思就是说 你还有一点点的那个烦恼执着 没有破的话 没有断的话 那你 你想要不轮回 你想要得解脱 那都是有困难的啦 除非葬着弥陀 阿弥陀佛的愿力 或者或许 或许可以做得到 待业往生吗 否则的话哪有办法 是不是 如是因如是果啊 好杀之人 虽父为其人亡 亦不知安 你看那些做国王的 那也是 也是很苦嘛 比方说做国王 那个集权国家的那个领导 是不是 国家主席 那都怕人家把他拉下来啦 但是 但是很 很有权力 但是他生活上可能也是不安稳吧 那也是很苦啊 除非你是转人圣王啦 转人圣王又不一样哦 转人圣王有相当的福报 那不用怕啊 是不是 他都用食善业道来教化众生的啊 那怎么会有问题呢 那怎么会怕 怕人家把他拉下来 怕人家杀害他 不会啊 不会啊 转人圣王可能要到出地以上 出国以上 才有办法啊 那就好 我得努力吧 如直接之人单独 单行独有 无所谓难嘛 直接人他心安理得 他不需要怕什么 不过该做的准备还是要啊 比如说你去爬山 你最好就准备一个登山的手杖 那万一有 有什么虫 有什么野兽 有什么野狗 有什么蛇 你有好处理啊 你什么都没有 你怎么保护你自己 该做的准备还是要做 那剩下的就交给 也交给业力嘛 是不是 业力要怎么呈现 我们不知道 那只有去面对它 不用去 不用想太多了 我们也没有想到 我们也没有想到 上个上个礼拜才来上课 这礼拜就 就白白了 就往生了 是不是 谁都不会想到啊 是不是 就是我们就少了一个 一个同餐道友 那也没办法的是啊 就祝福 给予祝福 给予回向 这样子 那也是对我们的一种警惕啊 是不是 自己要 要赶快把握时间 先尽量来修福修慧啊 就是这样 没有把握时间一下子 无常来了 那你要做什么都 也没办法 只有下辈子再说啊 你这辈子 赶快利用 还有生之年 赶快安排的 赶快安排 可以做的 赶快做 可以交代的 赶快交代 是不是 曝智耗杀之人 有命之属 皆不喜见 你喜欢杀狗的狗 狗看到你就怕 它怕被你杀 但是假設那个狗的力量很大的话 那它就要 可能就要伤害你了 是不是 若不好杀一切众生 皆乐依附 就亲近了 你也不杀它 它也不用怕你啊 是不是这样 所以我们那个心 那个心态就很重要 我们如果抱着一个占便宜的心 那人家 人家 人家 发现到 就 就要 逃 就要 远离吗 是不是 你想要伤害它 它还不赶快跑吗 但是很多 很多人受到的伤害 都是旁边的人 要么是夫妻之间彼此伤害 要么是家人之间 那个可能都跟 应该都跟业有关 过去的业 不知道怎么会想到 自己的亲人居然会来伤害自己 那这不是业是什么呢 就是很大的可能性是业啦 但是你也不能把这个 这个现象都推给过去啦 这样也不对啊 因为这些因缘果 不知道错综复杂 谁能够 诸位你像佛一样 看得一清二楚 或者阿罗汉 或者八地以上的菩萨 否则哪有哪有办法 是不是 好 好 复制 持戒之人 命运忠实 其心安乐 无疑无悔 你持戒那心安理得那 重使要往生了 那当然心就会比较平静嘛 比较安稳 比较安稳 没有什么好后悔的啊 是不是 也不用担心说 也不用担心说 会不会堕落还是什么 无疑无悔 若生天上 若在人中 常得常受 疑的话 一般是怀疑什么 怀疑自己 怀疑 怀疑师长 或怀疑这个法 有没有 怀疑自己做的功德 到底是不是 是不是 善因得善果 这也是一种怀疑啊 怀疑你的师长善知识 等等 怀疑佛法 都是一种疑 所以出果是不是要断疑烦恼 有没有 烦恼当中 这个疑 就要先断嘛 还有 我见 就是我直嘛 断这个我见 身见 断借境取见 这个叫断三结嘛 断三结就可以正出果了 那三结当中 又以我见 是不是比较难断 我见跟怡 其实都不是那么好断 但是我见又属于见又属于历史 所以这个就是可以透过观念来转啊 是不是 是不是 所以这个我见可能跟怡有一些关系啊 可能有一些关系 就是说你断怡烦恼就有办法帮助你断我见 或者你断我见就可以帮助你断这个怡烦恼 这样了解吗 就是说我是觉得它之间可能有一些关系 嗯 因为这些法 法跟法之间就有些是可以 可以互相 就是叫什么 互为缘起嘛 或者互相有关哪 就是说有些法跟法之间它关系比较近 那有些法跟法之间关系稍微远一点 就是这样子 像贪称吃有没有 像贪跟称之间 贪跟称 另外一组是贪跟吃 那你觉得哪个比较近 贪跟称比较近吗 因为它是有关的嘛 贪不到它就不转为称了嘛 但是贪跟称又跟吃有关 是不是跟无名有关 烦恼啊 他因为无名因为烦恼造成 贪跟称 他当然是可以独立成 根本烦恼 但是你如果用一个收射的话 你无名就可以收射 这些烦恼了 是不是 就是说这些 除了无名吃之外 是不是都跟无名吃有关 因为它算是一个源头 就是说烦恼的源头 来自于我见 或者是 沙迦也见 或者无名 跟这个有很密切的关系 就是从这个源头再展开 展开成其他的这些烦恼 其他的根本烦恼 或者大水中水小水烦恼 有没有 有八个大水烦恼 两个中水烦恼 十个小水烦恼嘛 是不是 是不是 好 若生天上 若在人中常得长寿 当然 当不杀身 当然就有长寿的果报嘛 是我也得到因缘 乃是得佛 诸寿无量 那得佛当然是进虚空变法界 这个就不用说了 但是还没成佛之前 我们就要种这个因 先种这个因 善的因 好 三四八页 乖无师 父至杀身自然 今世后世 受种种身心的苦痛 不杀自然无止重难 是为大力 有没有 当上面的科判 那怎么写 不杀自然不受 今生后世 种种身心苦痛 这样就很好气 很好理解 你想要今生乃之后世 远离痛苦 那你就要持戒 好 瓜五 父至行者思为 我至习命 爱身 比义如是 与我何异 以事之故 不应杀身 我是 我是这么爱惜自己的生命 爱惜自己的色身 那别人也是一样啊 那就不应该 不应该犯这个杀戒嘛 所以你看科判 后面再加一个争议悲心嘛 有没有 不只要 不只是要不杀身 而且要 互生 就是不杀身 有点 不够积极 有点 就是 仅止于这样子 那还要进一步 去保护众生嘛 这是 这是更有积极的意义 所以 我们应该在不杀身的基础上 进一步 提升我们的大悲心 慈悲心嘛 进一步保护众生啊 去爱护众生 这样子啊 这样积累的功德是更大 所以现在有很多学会 学会 就要保护动物 还是保护 或者为那些 身体有一些障碍的人在 在 在募款 在服务嘛 这个都很好啊 是不是 那我们也可以随分随力的在随习 互赐嘛 好 瓜五六 不自若人杀身者 为善人所喝 愿家所寄 那善人当然是不高兴啊 要呵斥啊 那他的冤家 也是不高 也不一定会高兴嘛 付他命者当有部位 唯彼所真恨 就是你伤害他的性命 那他当然恨你啊 除非他是一个修行人 而且要大修行人 所以一般人哪有 不及称心的 其实很少啊 死时心悔 当堕地狱 若处身中 若处为人 长短命 就是杀身的一个 不好的夜报 愿家所寄 就是不管是善之士 还是乃至 你的燕金寨主 那他 那都不一定很高兴嘛 特别你如果直接伤害到他 他更是 非常的不高兴 好 华五七 不至假令后世无罪 不为善人所喝 愿家所寄 上不应故夺他命 善相之人所不应行 就是想要走在善道 走在这种正确的道路上 那就不应该这么做 何况两世有罪 何况两世有罪 就是这辈子 乃至下辈子 都还有罪的果报 毕恶果报 不好的果报 所以要先管好我们的什么 深夜跟口夜 你管不好就会伤人 是不是 你不要以为口夜 口夜不怎么样 像这些网路霸凌 有些人受不了 他就自杀了 那不是照口夜 有些你讲到人家不喜欢听的话 那他心里也是会有疙瘩 会不高兴吗 是不是 所以与其让人家不高兴 跟他结二缘 那不如先暂时不说 不说也是一种说 就像佛不回答十四无忌 那十四个问题一样 就像佛不回答十四无忌 那十四个问题一样 人家问那十四个问题 根本就根本就不是 根本就没有必要的问题 所以不说也是一种说 要说的话 你就不要伤人 有伤人的可能性 你就干脆都不要说 因为你一说了一伤害了他 他可能就记一辈子啊 是不是 他别的不记 他就特别记得你 你伤害他的那句话 那有何必呢 所以这个 其实这些杀到 淫妄跟口业 多少都有些关系 口业少的话 可以减少杀业 有没有 是不是 可以减少一些 很多都是 讲话不投机不高兴 就打起来了 就杀起来了 是不是 所以这个口业很重要 就像那个外交官 如果可以的话 那现在两边讲一讲 那就没事了 就不用战争了啊 是不是 那怎么没有那个智慧去 去调解呢 那非得要打个你死我活不可 搞不懂 那搞不懂 能够用讲的就不要用这种 用这种战争的方式 但是万一战争了那 也可以来补救嘛 是不是 找个会说话的 会调节的来 来当外交官 来调停一下不就好了吗 打个没完没了 是不是 这个口业 可以造大的善业 也可以造大的恶业 这样子 都要注意 当然不止口业啦 其他的 医业深业当然也很重要 好 那 那 口八的话 这边是蛮 很多内容 今天就到这边好了 愿意此功德 愿意此功德 补给于一切 活得于众生 皆功成果道 结果不够大